幹什麼呀?我都沒搞你 你問我爹呀 你問我爹 那你想怎樣呀? 你問我爹,你想怎樣呀? 我不幫你拿 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這麼快就4,000訂閱了 太快了 多謝大家 3,000訂閱的結果公佈 一樣會放在Instagram 因為我又把所有材料放在公司 忘記帶回來 所以也是在Instagram公佈 今天我想做一個非常喜歡 而我最近買回來超級大外的眼影盤的review 也是這次4,000訂閱的主角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是什麼 還有想知道怎樣參加這個4,000訂閱的giveaway 就繼續看下去 之前我一直都聽說過 SOEVA的眼影盤有好用 有持久 有顯色 粉有細緻 價錢又便宜 質素又好 我也很有衝動想買 但一想起家裡自己有的眼影 顏色又齊全 之後我又沒有什麼意欲去買眼影 這個意欲已經冷卻了好一段日子 直到最近 Selvages.com 它出了兩盤 SOEVA很有名的眼影盤的Travel Size 然後我就按內不住地買了第一盤 一用之下 經驗 又很喜歡它 所以我就買了另外一盤 這兩盤我喜歡到 我決定這次的giveaway 每樣都會送一盤出來給大家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我很想分享給大家 然後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到它有多好用 事不宜遲就先說第一盤 也是我買的第一盤 這一盤就是caramel malinge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不要緊 它這個Travel Size的包裝 其實一看就知道很迷你 然後它是這樣移出來的 裡面一樣都是這個盒 然後你打開它 是不是好可愛啊 超迷你 它裡面每一盤有六個顏色 每一盤 這一盤就是偏橙的顏色 近鏡給大家看它六個顏色 有三個牙色 還有三個珠光金屬色 我想說麻雀衰小 五臟俱全 可以形容到在這個眼影盤 它是有一個suppose用來打底 但對我來說太白的一個顏色 然後這支啡色 你以為看上去是很普通的啡 不不不 它塗上眼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很漂亮的橙啡色 然後這個不用說 超級無色的橙色 這個會比較古銅一點的珠光金屬色 然後這個會偏橙啡一點 中間這個很明顯是一個金色 我現在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其實我今天這個眼妝都是用了這盤去化的 你會看到橙色真的很漂亮 連下眼線這個位的橙 它的金屬閃 你會看到非常漂亮 你有沒有看到我一滑 已經是這麼顯色 超漂亮的 這三個金屬的珠光 不知道大家 鏡頭前面這個顏色真的 又閃又漂亮 是不是 我沒有介紹錯 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沒有補過 就算我怎樣剪這條片 這裡真的一滑滑下去 我就沒有再補過 超級無敵顯色 然後超順滑 尤其是這三個金屬色 你看到光澤感 很細緻很漂亮 它完完全全跟這一盒裡面的顏色 色差很少 超級漂亮 所以我當時買了這一盤之後 化了第一次妝之後 是馬上 同一天就買了另一盤 Cocoa Blend 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兩盤都非常漂亮 對比起剛剛 Caramel Manage 這一盤的Cocoa Blend 很明顯它的主色 會是這顆金屬紅色 這一盤會比較日常 它沒有那麼主題性 但一樣是超級漂亮的 我也想給大家看 它看到它的金屬顏色 一樣是超級漂亮 特別是這隻紅色 它的主色 是很漂亮的 最底這個香檳金色 還有一個打底 或者眼頭 也是超級漂亮的 我現在兩隻手都試了給大家看 它們顯色的程度 兩盒的質素也是非常平均 不會說有一盒特別好 有一盒沒有那麼好 真的質素是非常好 而我詳細講一講 這兩盒眼影的容後感 第一 我覺得它們的名字 改得不太貼切 一個是Caramel 一個是Cocoa 我覺得也不適合 你看到它的顏色 Caramel 這個很明顯可以叫做 Sunset Palette 或者這個 Raspberry Chocolate Palette 我覺得也會比較適合 我說到這兩盒 天上有 地下沒有那麼好用 其實也會有一點點的缺點 每一盒 我覺得它們的顏色上 都有小缺陷 例如這一盒 每一隻顏色都很漂亮 除了這隻可以做到打底之外 每一隻顏色都可以做到一個主色 不需要一定要這隻 混這隻 搭這隻 然後上面點這隻 不需要的 很簡單畫眼線 隨便用一隻顏色之後 再加上它 已經造成一個很漂亮的眼妝 不複雜的 但是 這一盒裡面 就沒有一隻很深的啡色 令到我可以增加深緒感 如果你的眼睛 沒有什麼輪圈扁 好像我這樣 我就可能需要一些深啡色去加上眼線 這樣 這裡就我覺得 一點點的遺憾 但是其他的顏色實在太漂亮了 還有這個尺寸去旅行 是非常方便 非常不牙位之餘 還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混合出來 所以呢 這個小缺點我是原諒到它的 而另外一盒 Cocoa Blend 它的缺點呢 就是這隻白色 完全沒有用 在我的眼上 我的皮膚上 因為這隻白色是牙色 你會看到它是超白 當然 因為我是超黑 我想大家最近 無論Instagram也好 拍片也好 都會有人問 是不是打燈 那 為什麼我臉會白了這麼多 其實是真的 我臉真的白了很多 因為我的身體真的很黑 現在 我是曬得好像印尼妹 菲律賓妹 這樣 超黑 如果你真人 是見過我的話 你會發現我整隻手都是黑色的 不過大家看這條影片的今天 其實我又去了沙灘一次 應該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我就會再跟Hopper去游泳 所以可能下個星期 但你們再看到我的時候 它的 contrast 會更加大 我已經盡量 打了陰影contour 令到 它的 contrast 希望沒有那麼大 不知道說不說 好了 我們不說廢話了 先進回我的話題 除了說這個白色 太沒用之外 其實它其他的顏色 也是很好 因為你可以做一個小小的打底 然後它這一盤 反而有一個很深的啡色 可以做到輪廓色 然後它的主色是紅色 雖然有點單調 但你這一盤 起碼可以選擇 我今天想純大地色的妝 還是想有些紅色 有些特別的妝 所以我覺得這一盤的可塑性 雖然沒有這一盤那麼高 但它的實用性反而是高一點的 好了 我說完這個review之後 大家是不是很心動 究竟怎樣可以得到這一盒的 soeva travel size眼影 我覺得畫面實在太漂亮了 現在 因為它們這樣擺到 金光閃閃 超漂亮 然後又是可愛系的mini size 我今天真的很想說很多廢話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這兩盒 就做4000訂閱的giveaway 玩法很簡單 很簡單 這次很簡單 你們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追蹤我的IG.thide 片尾會有的 如果你們不知道怎樣 或者在下面info box 都會有我的instagram的link 你們follow了之後 無論在youtube留言也好 instagram留言也好 公平的 兩邊一起抽的 問問題 這次因為5000訂閱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50問的找數片 大家可以去問一些問題 讓我知道你們想了解我什麼 到5000訂閱的時候 這個giveaway就會截止 到時在50問的影片 那個星期 就會在instagram公佈結果 50問大家可以隨便發問 我不想回答的問題 都不會回答 你喜歡問就問 我不會理你的 譬如 你問我三圍是多少 我也很難回答你 你們沒有所謂的 什麼expect都可以 譬如你們都很有興趣知道 譬如我做什麼 以前做什麼 做過什麼工作 我和我男朋友的事情 然後chopper的事情 我的貓小吉的事情 或者是生活習慣 關於我自己的事情 我都會回答的 總之 我自己就會在你們的問題裡 盡量抽50題出來回答你們 希望大家多多參與 和喜歡今次giveaway的禮物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 upload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